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趁早注意预防 1.头晕 头晕是高血压十分典型的症状 因为体内血压上升 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和痙攣 血液速度也下降 从脑血管输送到大脑的血液和氧气的量减少 大脑缺血缺氧会引起头晕和眼睛发黑 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头疼 所以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趁早注意自己的血压情况 2.耳鸣 如果经常感觉耳鸣 十有八九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因为随着体内血压的升高 血液粘度上升 血液流动变慢 导致耳动脉硬化 耳内血液供给不足 从而引起耳鸣 3.手脚麻木 高血压患者经常会有手脚麻木的感觉 手指 脚趾和颈部感到疼痛 手指僵硬也很常见 往往是因为血压太高 损伤了感觉神经导致这些症状的出现 要想血压稳稳降 血管更干净 日常要养成两个好习惯 首先日常要注意多喝水 可以吸湿血液 避免血液过于浓稠 有助于血液流通 改善血液循环 在补充水分的同时 若能加入青浅柳叶 牛棒根 沙集 山楂 橘明子 桑叶 菊花 荷叶 槐花 玉米须 葛根等食材 养护血管的效果会更明显 从现代医学角度上看 玉米须中所含的药效成分 对墨烧血管有扩张作用 可以有效降低血压 还能起到一定的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的效果 桑叶含有多种生物件 氨基酸等成分 具有明显降血糖 降血压 降血脂等作用 非常适合三高人士饮用 若是材料不好找其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 获取同款茶包 开水冲泡 每天喝上一杯 让血管更干净 二 避免情绪波动过大 高血压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疾病 任何精神刺激 都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而且人的情绪波动过大时 交感神经会变得兴奋 心跳会加速 从而增加血管的阻力 血压不断波动 影响身体健康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